那最近呢老有花友提到这个101 不过呢我这有个一两年时间呢 没有去看一些个短视频了 我看到一些个博主也在说101这个事 今天呢好好地给大家说一下正统的这个事哈 首先你要知道 HB101呢是一款来自于日本的一个品牌 好吧 会有风调啊 这个6毫升 那个小制的就没有了 这个50毫升以上的呢都有这个 叫麦德因锦盘 然后这边呢有天然植物活力 你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它在中国只有一家代理 就是青岛海德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它的一个生产商是日本的弗洛尔 咱们首先跟大家说第一点 就是101呢 作为这个咱们养花的行业来说呢 它像是一个加速剂 就是会加速植物的一个生长 就你比方说人困了累了 不是喝红牛吗 那你如果说让我说的话呢 它就像植物行业里边的红牛plus 对吧 也有的话 习惯性呢 叫它为那种 像植物行业里边的那种塑效救星玩 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一些植物 度过一些比较艰难的时期 你比方说有很多的一个病害 导致奄奄一息的 想重新欢发活力呢 可以用101 对吧 你比方说这个植物浆苗呢 你想打破这个浆苗呢 也可以用101 你比方说这个植物要死不活了 是吧 换了土之后啊 就是咋是不怎么OK啊 也可以用一些101 101呢 不光是有这个液体的 还有这个呢 是颗粒的这个 它具体呢 它没有说是蛋铃甲 然后呢 它告诉我们啊 就是说 它是这个纯植物提起的 这个呢 也不是不可能吧 你像云台树内子 不都一般 从这个油菜花里面 提取的比较多吗 对吧 以及一些其他里面 一些个 这种植物生脑调节意志类的 植物激素类的 都是说从植物身上提取的 这个呢 具体也不行 人家因为人家是那种专利的保密配方 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行了 在因的这种颜色啊 它不会有颜色 就是很淡很淡的颜色啊 基本上是透明的 而且非常的清香 基本上你在收到以后 隔着这个瓶盖一打开箱子 就可以闻到 很多的话 说很浓的那种洗洁精的一个香味 对的 那么呢 接下来说一下 它的一个使用相方法 跟一个正确的一个认知 这个东西呢 它是可以跟任何的一个肥料 和药品一起去用的 你比方说咱们在这个 虫子得病了 虫子得病了 植物得虫了 得病了 你现在配合一些杀虫剂的时候 你都可以对一些101 它可以呢 帮助这些个药呢 在植物上面吸收的更加的快 这是一个助剂类的 也可以跟任何的肥料一起用 帮助肥料的一个吸收 也可以跟任何植物去用 可以加速植物的一个生长 长势更加的旺 当然了 如果说大家吃的东西 你就是比方说你吃的那个草莓 西红柿这些个东西呢 我个人还是不太建议用这种 就是调节剂类的 就是激素类的 或者是怎么着也好 不太建议 就按照那种 如果说你自己养吃的东西呢 就原汁养味 任何东西呢 交给大家一个叫千枚定律啊 这种东西也是一毫升 对一千毫升的水 可以喷 可以灌 这种东西 这个颗粒粒的呢 就是说每生土里面 放一毫升的肥料 你这个嘴没错 妥妥的好吧 都是千倍定律 你比方说药怎么用啊 一毫升对一千倍 矮中素质也怎么用 你也占按照一千倍 嘴没错 像这种肥料 都是每生土一毫升 嘴没错啊 妥妥的 好了 101的这个事呢 简单的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希望大家呢 一定要正确的认知啊 现在很多仿墨的101 毕竟这个东西价格很贵的 像100毫升的 市场均价都在100多 100多 你想想这个东西 就是说可造价 可仿墨的空间很大 对吧 简单的一了解就行了 好了 如果说没听懂的话呢 你可以关注一下 是吧 到时候呢 你就可以跟老花姨 学更多的一个八卦知识 101的一个事到这了 我是乐花姨 然后这段姨 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